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细菌性脑膜炎疫情持续延烧 继东岸普林斯顿大学从3日以来已经出现了8起病例 西岸的加州州立大学长提分校 以及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 也都在11月传出了病例 其中圣塔巴巴拉分校一名具有华裔血统的感染学生 还因此双脚解肢 医师提醒民众 一旦有流感的症状应该紧速就医 厘清病情 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 在两周前确认有三名学生感染细菌型脑膜炎 本周则传出第四起确诊病例 在四名感染的学生中 有一位具有怀疑血统的学生Aaron Loy 在两周前因为情况紧急送医急救 最后必须截肢才保住性命 而校方也紧急让与这四名学生接触过的500位学生 注射预防性抗生素 避免爆发大规模的疫情 加州州立大学上周也确认一名 住在校外的学生感染病例 经过治疗在复原当中 根据医生表示 细菌型脑膜炎在初期的症状和感冒相当类似 一旦延误就医 恶化速度相当快 脑膜炎症状在早期很像感冒 发烧然后前身不速 可是过了几天它会变成有止斑 有出血的症状 然后变脑膜炎症状 甚至有时候需要节食 是算比较严重的病 医生提醒民众细菌型脑膜炎属于肥沫传染 而且传染率相当高 一般是透过预防注射控制 提醒家长要让孩子接种疫苗 以免受到感染 预防症是11岁以上开始打 5年追加一次 所以11岁跟16岁这样打两次 医生也表示 许多华人习惯自行购买成药服用 很容易延误治疗的时机 一旦出现细菌型脑膜炎症状 就已经是非常危急的情况 由于脑膜炎恶化相当迅速 一旦自己或家人出现发烧 头痛 肌肉酸痛 脖子僵硬等等流感的症状时 应该尽速就医 厘清病情 脑膜炎症状时